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我是刘威琳,欢迎收看今天的南岛新闻 为了第三顿车点,土地公园附近有一条早期四座的灌溉出土以及汲油白水高 使得起后影响万一位同水断民不足,影响每次只要落大火,就会容易造成水环 近过,第一个代表欢迎南岛管党科学华,特别来致奥了解幸福 第三顿车点,土地公园边有一条早期四座的汲油白水高 近年来受到极端企业的影响,原本的韩国已经没法度负担大量的河水 为一百空六年到达,已经发生五次严重的饮水,让乡亲是很难的 因为一自一百空六年,至今一百十二年已经严重了六百以上 相应当时一百空六年,那次大饮水,那次下雨量太大了,整个这边都像湖泊的一样 你知道吗,还有一百十一年的时候,我们的网络新闻也有报 因为这条白水高临经地行航以及燃热,都是当地质民处理的重要道路 经过地衡民意代表的欢迎,南岛管党科学华前往会堪 并终于使用225万的经费,让白水高加侵加跨,为何既然安全 这麦可以说是极端的气候,雨量大小,我们原先早期的设计已经不符合现在的需求规定了 所以白水高的航管比较小,所以说常常会准备,如果准备起来,就会影响到很多我们在里面的乡亲 所以说我们这次呢,就把这个航管的部分把它加大,那总共是两百多万的工程,我们会尽快地把它改善好 因为这也是我们德行在里面,很重要的一个寿命中心,有很多的乡亲出租 那许华、许宣长也特别核准了225万的经费,要把我们恰点在淹水的地方一起做一个一致性的改善 那虽然未来就算是强降雨的话,所以也都能够借由一个疏通,还有在下面挖一个比较深的池子,能够把水能够引到那个比较低挖的地方 所以让我们恰点的居民,只要一到大雨的时候,那一年基本要出去就出不去 看到短距以来的问题有了改善,但向兄弟们都很感谢管会的用心 管理科学华,也只是港部家要预警发报改善,让兄弟们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请的差不多